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第一眼 作为国民女神林志玲的老公 想必黑泽良平在享受着甜蜜生活的同时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毕竟不是谁都能当女神背后的男人 不过这种压力也让黑泽良平 在中国的国民度迅速提升 作为台湾女婿 她最近还带着自己的新短片 出席了高雄电影节 活动现场她直接用中文和观众进行对话 为了拉近距离可谓是相当的用心 而她的用心也让她获得了国民姐夫的称号 面对这样的荣誉她还是很开心的 虽然她的本意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芯片 但作为至瓜群众 明显会更关心她和志玲姐姐的婚后生活 其实宣布结婚后小两口合体的机会很少 各自形成紧张 为了多多见面呢 两人会配合对方的行程约定见面时间 见不到面的时候呢 也像所有情侣那样 用传讯息的方式来维持感情 这样一看呢 明星谈恋爱呢还不如普通人呢 各自忙着空中飞人 虽然结婚了也只能网恋 其实林志玲和黑子良平目前为止啊 都只是向大众公布婚训 并没有婚纱照 办酒席等传统结婚流程 黑子良平倒是非常大方的表示啊 如果拍婚纱照呢 一定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同时她还相当文艺的谈到 和林志玲的相遇是命运的安排 数十亿人每天擦肩而过 而自己和林志玲跨越国境在一起了 这就是真爱 这把狗粮真是让瓜众感觉hold到不行啊 除此之外呢 黑子良平还表示 如果志玲怀孕了 一定会和大家分享这个喜讯 回应了最近外界频传 林志玲有喜的新闻 她的言论林志玲像美丽的花 也一度引起热议 而林志玲呢 随后就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身穿花瓣裙的照片 并在文案中配上了两朵小花 疑似回应老公的表白 其实比起老公在公开场合的大谈特谈啊 林志玲其实很少主动提起黑子良平 出席活动时也都回答 与工作相关的内容 不会用私事去博眼球 但这种暗戳戳的秀乃呢 其实更虐狗了 有时她还会暗戳戳的点赞粉丝 为她和黑子良平制作的祝福视频 刮众都能想象出啊 她在手机屏幕前 甜蜜傻笑的样子 不管大众是否同意这门婚事 顶着压力的他们呢 仍然选择了继续恩爱 想必之后撒狗粮的时候 不会少了 摆脱黄金圣女称号的林志玲 好不容易迎来自己的爱情 还是希望她能够长长久久的甜蜜下去 2011年林志玲在日本主演了舞台剧 赤臂爱 跟她合作的就是Akira 两人分是小乔和周瑜这一对CP 当时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 林志玲全程使用日文表演 因为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 她对日本非常了解 还出过日本旅行书 日文更是六道不行 主持过一道日本旅行的节目 跟日本当地人沟通毫无障碍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夫妻爱人如何交流了 和兜兜转转也没结果的 严程旭和林志玲版一男妄相比啊 认识八年交往半年就决定结婚 双方呢应该是非常认定彼此了 那林志玲的新婚丈夫Akira 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日饭们应该比较熟悉她了 Akira中文名黑泽良平 是日本男子团体Exile的成员 1981年出生的Akira 曾经是街舞少年 因为舞技初众被纳入Exile 不过不同于一般的白白嫩嫩 以草食男花美男为主的日团 Exile全程是全员黑土壮 所以也是被国内的粉丝赐名 民工团 他们的官方中文艺名 放浪兄弟也是十分的贴气了 Akira是2006年才加入 民工团的二代成员 在团里是舞蹈担当 说起来呢她也算很幸运了 入团的时候正赶上团体发展的上升期 这种主打荷尔蒙的男团呢 在JPOC世界呢 可以说是一股泥石流了 加上团员们不俗的唱腔和舞技 很快民工团就开始走红 加入团内的两年内 民工团就拿下了三张百万销量的专辑 到2009年已经红到专辑 首发日就冲破百万的地步了 这一年呢 他们更是力压天后 安市奈美会成为日本唱片项料吗 就是到了AKB时代啊 他们仍然保持着二人的记录 当年MTV大奖颁奖典礼上 名人Paris Heaton给他们颁奖时 都流露出了迷味的眼神 他还也是日本金唱片大赏 获奖次数最多的团体 简而言之 AQA直接参与了民工团在日本的登顶 如日中天的那几年呢 光是唱片销售 每年就能赚进百亿日云 头头的人容易超级要 曾经有个新闻 就说成员Marki Dai家里的衣橱冰箱 到处都散落着万元钞票 还说钱太多 不知道要怎么花 根本就是现实版的西红柿首富了吧 作为国民男团成员 AQA在日鱼圈的地位 还是不可小觑的 而且近年来呢 他的solo活动也不少 出演过麻辣娇诗台湾片 在里面饰演男主鬼种英吉 因为故事背景设定在台湾 所以他当时在台湾待了好一阵子 当时呢他就爱上了台湾 提到当地美食信首年来 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范围的旅行 了解风土人情 还顺便成了台湾黑熊的代言人 并且把自己的舞蹈工作室 也开到了台湾 可以说AQA跟台湾的渊源很深了 所以从演艺圈地位来看 林志玲跟AQA算得上是门当户队了 说来也巧啊 虽然被吐槽是民工团 但放浪兄弟简直算是女神收割机了 队长Hero早在2012年就把上户财取了回家 2017年主唱Tech a Hero就抱得美人归 拿下了武警官 而咱们的黑泽良品呢也毫不示弱啊 前女友可是长泽雅美啊 而且比起来呢 AQA的颜值和身材应该算是团队top line了 游戏呢是今年开始走牙皮路线 熟男气场全开 身材管理更是与韩国男艺人不相上下 185的模特身高当之无愧 行走的画报 被Rof Lauren相中成为其品牌 首位亚洲形象模特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地位外形都很契合 那性格如何呢 民工团虽然一个个看起来跟黑社会似的啊 但私底下呢品行都还是不错的 比如全员都在90高手 但没一个抽烟 AQA的性格跟硬汉外形就格外反差 人间观察节目 曾经呢就拿她做过一次实验 让她单独跟熊孩子相处 看看她的反应到底如何 熊孩子第一次故意叫错她的名字 她温和的纠正 听到AQA自爆加盟 熊孩子依然是故意把她认错成搞笑艺人 还让她表演搞笑强的 结果在礼貌的否认了之后呢 AQA居然还真的按要求表演了那个搞笑艺人的梗 熊孩子得寸进尺 要让AQA闻自己腋下 AQA大笑 不用不用了 还耐心地教育熊孩子 还注意礼貌 并且跟她拉高 这画面也是太有爱了吧 拉高的手呢 刚放下 熊孩子就抬起来 搁着窝 坚持要AQA闻 又不过熊孩子只能就范 结果熊孩子呢 再次得寸进尺 要闻AQA一下 AQA再度崩溃 不过还是跟孩子解释说 你这样别人会把你当变态哦 熊孩子依然道理我都懂 但我就是不管不管不管 可怜的AQA呢 只能含泪 抬起个只窝 最近耸是 熊孩子要给AQA展示自己的宠物 事先不知情呢 AQA就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只蛇 给吓得半死 把手中的热咖啡都给惊掉了 撒了自己一身 还溅到了自己脸上 这样是放一般人估计身上得炸毛啊 但是呢AQA还是乐呵呵的擦了自己的脸 还夸熊孩子的宠物可爱 看到这里呢 我已经是瞬间脑补了十万字 温柔黑社会老大的反转文了 对待孩子耐心十足 AQA撩妹也很有一套 之前去台湾宣传 女主持问她 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什么 AQA反问对方啊 你觉得呢 女主羞羞的回答 你笑起来很迷人 AQA笑着说 那我选笑容吧 如此犯规的互动 试问哪个女生不会融欠呢 用小想都会知道啊 黑泽太太呢 能被她宠上天吧 现在回头看看 在两人相识的八年间 有一些蛛丝马戏 还是值得玩味的 2017年 AQA访台时 被要求讲中文 她脱口而出的就是加油加油 还被主持人称赞啊 她说的加油好温柔 而加油加油呢 也算是林志玲强烈个人标签的口号了 知名度大概就是她的导航声音 旗鼓相当吧 林志玲的爸爸也曾经发表过 台湾男人太胆小 不如嫁给日本人的敬意 没准啊 她也早跟自己老爸提过 女婿候选人AQA呢 总的看来 林志玲和AQA 两人各方面都很登对 实力全设了郎才女貌 而且一个日本偷 一个台湾偷 她们对彼此生长环境 有着深入的了解 相信相处起来呢 也一定很放松了 林志玲结婚 也宣告着跟严成旭的十年纠葛 就此放下 台湾一难忘大结局了 女主角的幸福生活呢 也开始了 完美的爱情 就是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